今天介绍东凰墨高窟217窟 据东凰人之院考证 217窟建于初唐圣唐交际之时 距今约有1320年 由于这个时期 中国与印度、中亚交流频繁 使得壁画的菩萨形象急剧看点 佛看南侧的大师至菩萨 立于莲花台之上身材修长 身着丝绸长裙 神情安详、姿态悠然 身上有阴落但并不繁琐 菩萨下巴处有胡须状 猜测是菩萨象貌从男性往女性过渡的一个特征 位于佛看北侧的观世音菩萨象 比例看起来似乎不太恰当 上身长、下身短 推测为初唐绘制 人物的头罐上镶嵌日月装饰 手中的镜瓶造型 以及裙装上的灵格文样 均为波斯艺术影响的产物 异画中的人物面部与肌肤 部分变色严重 但穷尽的线描 华丽而富有层次感的姿态表现 以及对于人物的神态把握 体现了盛唐壁画艺术的卓越成就 这三个男孩脚穿布袜 主室是富斗形顶 枯顶枣景画着团花卷草 四批有千佛 西壁刊内的主像是唐素清修的夫作佛 另外还有四身菩萨画像 八身弟子画像 刊顶的金刚经变是敦煌最早的一铺 刊外北侧画的是带着画佛宝观的观世音菩萨 南侧是带着宝平宝观的大师智菩萨 南壁中央会佛说法图 说法图的东西两侧和下方呀 会有三十多幅以绿色山野为背景 含有人物和建筑的小画 东壁窟门上部画的是释迦佛 讲述观世音菩萨名号因缘 北侧下半部和南侧的上半部 画的是观音救助难图 在每一个救难场景中 都有观音呈祥云从空中飞降 大大增强了画面的动感 墨高窟217窟是盛唐时期的重要洞窟之一 北壁整个壁面所惠官无量寿惊变 画一精湛 重楼连阁 雄伟壮观 再现了唐代建筑技术的高度成就 我国现存唐代建筑遗迹为数不多 第217窟保留的唐代建筑图 为我们了解唐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我们的风格 请不吝点赞 作详